如果美国倒下了 哪个国家能当世界一哥 中国能否胜任 如果美国跌落神台 哪个国家能成为下一个美国呢 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世界霸主 用了215年 1894年超过英国 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GDP世界第一 已经保持到近126年 而且在这126年中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超越过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 美国像是一路开挂 200多年的时间 就成为世界最强国 创造了世界纪录 为此被誉为上帝最眷顾的国家 曾经的西方列强 大英帝国 德意志帝国等 都是多么强大 现在都成了美国的小弟 所以美国人在世界上 那是非常的傲慢 因为在他们眼中 世界绝大部分国家 都是美国可以征服的 这就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骄傲 去年美国疫情都大幅度卖淫 股市的大幅度下跌 美国面临战务危机等情况 很多人开始讨论 如果美国垮台后 哪个国家有能力 代替它成为世界第一 这是个很敏感 同时也很有意思的问题 假如美国真的垮掉了 在我看来 世界上这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能够有资格 有能力 坐上世界第一宝座 一个都没有 而有些人会问 不应该是中国和俄罗斯吗 虽然在经济方面 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目前仅次于美国 遥遥领先于俄罗斯 所以如果美国垮掉后 中国完全有能力 在GDP占据全球第一 并且目前的数据 很多国家短期很难超越 军事实力一方面 主要是在武装的力量和数量 武器装备的水平 和制造装备的能力 通过目前军事实力 综合排名来看的话 我国目前虽处于世界的第三位 但是我国还在大量投入军事研发 各项军费开销占比 在逐步增加 很多专家预测 按照目前中国军事实力的 发展情况来看 挤身全球第二 并不需要很多年 目前跟俄罗斯还存在差距 但俄罗斯本身 经济实力呢 跟我国存在很大的差距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我国军事实力上 也会慢慢占用 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经济而转 可美国垮掉对于世界各国经济来说呢 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失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全球可能会失去平衡 尤其是经济 现在美国在全球贸易中 扮演着很重要的抉择 而且美元是一种通用货品 如果美国的霸主地位不复存在 那么全球贸易啊 可能面临瘫痪 各国军事发展 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假如美国倒了 我们先看看垮台后 美国内的影响 根据历史的经验 美国1929年曾经发生过巨大的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美国纽约股市的大暴跌 12.8% 伴随着股价暴跌呢 出现了一系列连带交流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 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40.6% 农产品无人在进行销售 投资规模呢 急剧萎缩 企业倒闭14万家 大批商品金押 无数家庭破产 失业人口超过1500万 从这一连串的数字可以看出影响之巨大 国家没有钱 美国的军事也将随经济的衰败而衰落 海外战略呢 必然会受到影响 驻扎在日本啊 韩国啊 菲律宾的美军 必然因高昂的军费而出现回撤 将无力在全世界各地驻军 当然就没有了想打谁就打谁的能力了 世界将通过重整之举后 进入相对太平的时期 世界政治军事呢 也将进入一个短暂的重塑震动机 世界政治何去何从 特别是百年来 追随美国的国家 将感到百般迷茫 一下子失去了主心股 最危险的是美国 可能将经济危机转降 发动战争的危险截率大大增加 以上啊 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就已经如此巨大 单一对中国的影响呢 我想也不差 2008年 美国爆发的次弹危机 中美合资企业立马受到巨大冲击 对外贸易是中国的经济支柱之一 美国经济崩溃 意味着全球经济崩溃 中国的贸易顺差 因此严重受存 国内制造业因此而萎靡 当时我国沿海企业的倒闭潮 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说明全球的经济 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